二十三、大公報 五省市務警主官李鑫 2015年7月12日中國新聞A09大公報信 記者馬號兩北京報導 在總部領導層調整之後 務警省級總隊層面的調整隨即展開 截至目前已有上海、黑龍江、浙江 安徽四個省級務警總隊政委及福建總隊司令員李鑫 住四川的武警第38師師長曹勇調升武警福建省總隊司令員 武警烏魯木齊子輝學院政委馬立克提任武警安徽省總隊政委 武警赫龍江省總隊政委徐國岩調任武警上海市總隊政委 住河南的武警第128師政委趙書藝升任武警赫龍江省總隊政委 武警山西總隊政治部主任張喜民升任武警浙江省總隊政委 按照目前武警部隊編制體制 在31個省、自治區即是市設有武警總隊 除了新疆、北京兩個總隊為政軍級外 其餘軍為副軍級 但西藏總隊司令員政委往往也高配為政軍級 另外,武警環有14個快速反應機動師 在今年初的武警黨委會議上 國務委員、公安部部長、武警部隊第一政委國昇坤要求 武警部隊要大力加強部隊核心能力建設 堅決完成好以執勤處特為中心的多樣化任務 要始終保持戰在現上、引而代化的態勢 大力加強實戰化訓練、提高實戰能力 充分發揮反恐維穩佔刀作用 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要以人才、裝備、信息化為重點 加快推進部隊現代化建設